我叫沈进 上京众多贵女之一 却也是名声最差的那个 我娘走得早 我爹又是一介武将 不懂得如何养女儿 打小 没教过我规矩 等他反应过来 我已经上述打枣 下河摸鱼 奏遍上京小公子 无所不能 我兴冲冲地拎着两条大鱼甩到我爹跟前 爹 厉害吧 我爹给我鼓掌 反手请了十个嬷嬷回来 把沈进那一身匪气给我嬷嬷 后来 我穿着漂亮的小裙子站在我爹面前 看上去嬷嬷地悉心教导颇有成效 我爹很高兴 待我急急后 张罗着给我找个夫婿 我虽是明面上被交得端端正正 但我爹深知只是表象 他找来一堆画像 这个行不行 我凑过去看 陈家小公子风神俊朗 神采奕奕 我白手嫌弃 受不了这种一踹就翻的花架子 幼时 我和陈小公子打过架 当场把他干翻 他哇哇哭着回家找娘亲 我爹生气地质问我 为什么打架 我别过头 孤傲冷亨 谁让他说我没娘的 我爹沉默了一下 打得好 幼年的梁子结下了 到现在 我也看他不爽 我爹翻来第二章 那这个呢 画上的人清润如玉 书卷气很浓 是丞相之子 听说已经在准备电视了 挺有出息 我震惊 你跟人丞相是死对头 还指望着我去把人家儿子撬过来 我爹 翻来翻去 愣是没一个满意的 直到最后一章 我眼中一亮 这个好看 我爹看了眼 这这谁来着 画上的人眉眼极清俊 白衣胜雪 实在有些不染凡尘的意味 只是瞧上去还有两分病气 我爹仔细想了想 恍然 是叫徐燕玉 徐家那个遗孤 人也挺有出息 如今已入仕途 仕途还算平稳 就是身子骨不大好 身子骨不大好 等等 我脑子里灵光一闪 猛然警觉 眯起眼看我爹 他们怎么都是这种文弱书生样 你不是不喜欢文臣吗? 你武将朋友没儿子吗? 我爹犹豫了一下 最后 他终于点头承认 就是特地从文臣里这么挑的 我爹小声嘀咕 这不是怕你受委屈吗? 找个文弱点的当夫婿 你晃一晃拳头 你那弱不禁风的小夫君感动 我 片刻 我爹试探 徐燕玉你是喜欢的吧? 夫家无人哦 他着重强调了无人二字 身体不大好 夫家无人 我 嗯 徐燕玉的聘礼很快送到了沈家 效率之高 着实惊人 我瞅着那长长的聘礼单子 倒吸一口凉气 我看向我爹 迟疑 这么快 他很缺媳妇吗? 爹 你没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逼他去吧 我爹摸了摸胡子 有点不确定 不知道啊 我前个儿特地请他吃饭 提了个这事 他今天聘礼就送来了 我想想自家爹平时的作风 沉默了一下 你怎么说的 我爹模仿了一下彼时自己的语气 徐直 今日这饭一吃 我女儿你可得带走咯 声音浑厚 带着连我爹自己都没发现的不容质疑 颇有大将军说一不二的风采 有风采是正确的 风采用在这儿 就有些抢人所难了 当真是十分惊人的人和十分害人的发言 我两眼一黑 给我爹竖了个大拇指 懂了 人家以为这是鸿门宴 这么多聘礼 除了破财消灾 我真的想不出别的理由 尽管是乌龙鸿门宴迎来的亲事 但徐燕玉的诚意依旧很足 风风光光大半 给足了体面 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嫁妆多得令人择舌 上京凡有过路之人 无不惊讶 有人叹 这是哪家小姐要出嫁 竟如此财大气粗 另一人聂儒 好似从沈将军府邸出来的 沈、沈进 两人对视一眼 打了个哆嗦 我揪着喜福袖子坐在床上等 饿得两眼发昏 丫鬟灵儿跟着我一同到徐府 她是个机灵的 偷偷从前堂绕了一圈奔到心院 往我怀里塞了两块膏 小姐 姑爷叫我拿来给您垫垫肚子 她笑嘻嘻 日后便要改口换小姐夫人了 我一愣 莫名想起方才扯红愁时 喜帕下一闪而过的衣角 两块膏细细咽下 外头的呼声也变小了 听到脚步声 我莫名紧张起来 那人在房内住足了好一会儿 像是在犹豫 直到眼前的那片红被挑开 我猝不及防地和面前人对上了眼睛 是个美人 她除了发官 青丝垂落 那双眼生得清零零的 尤其漂亮 这是我新上任的夫君 徐燕玉 徐燕玉凑得近了些 微微醋眉 你 她呼吸清浅 许是喝了点酒 身上温柔的檀木香里 混着丝甘醇酒香 随着靠近 萦绕在鼻尖 手指微凉 不小心擦过我的脸颊 指一下 她的神情微正 我还在想着鸿门宴的事 心里自觉有些对不住和小小的心虚 旋即 我倾壳一声 放软了嗓子 温声道 夫 夫君 空气致了一瞬 有点尴尬 不太熟练 卡了一下 我表情险些绷不住 一个没注意 身边的床板被我摁下去一个小小的凹痕 余光撇过 我若无其事地扯过嫁衣遮了遮 侧过身子 转而去拉她的手 温温柔柔 吐气如蓝 夫君 困不困 徐燕玉的耳朵逐渐泛红 她低头看一眼 我同她交握的手 被我带着坐到了床铺旁 我爹在我上教前提到 徐燕玉自幼体弱 嫌少出门 一定是没听过我的大明才会如此利落地应下亲事 他千叮万主 一定要我先收收姓子 别把刚到手的夫君给吓跑了 因为 我爹是这么同徐燕玉说的 徐侄有所不知 我家静静是上京最温柔的闺女 同徐侄的性子极相似 可见你二人是天定良缘 相当大言不惭 我虽富匪 但看见徐燕玉的那一刻起 自然而然地整个人端了起来 徐燕玉果真是同她的长相一样 性子是沉静了些 却怎样瞧都让人欢喜得紧 如此漂亮的夫君 净落在我沈静手上 我越丑越喜欢 大量徐燕玉的目光越发肆无忌惮 想起自己小意温柔的人设 不免有些遗憾 得矜持些 不大能直接上手扒人家衣服 哀 呼得 眼前人的脸慢慢放大 我瞳孔微缩 周围的一切都虚化了起来 她的眼睛是纯粹的黑 见不着底 带着极端的吸引力 徐燕玉睫毛轻轻颤了颤 夫人 她斟酌着 轻声唤了句 我沉浸在放大的美貌里有些晕呼 但我还是很有人性的 毕竟我的夫君身骄体弱 按我爹的话说 徐家就他一人 徐燕玉为了婚事可谓忙得脚步着地 身子本就弱 如今更是辛苦 得好好补补 哪能一澄清就别给我漂亮夫君整眉了 于是 我很快冷静 将徐燕玉扒拉到床上 大方地分了一小半地方给她 盖上被子后 我两眼一闭 安祥说道 睡吧 不知道为什么 徐燕玉似乎沉默了 许久 她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身边 夜里我悄悄睁眼看了眼身边人的侧脸 如此好看的人睡在身边宛若添了祝安神香 嘿 你还真别说 和徐燕玉成亲后 我深感我爹的远瞻性 夫家无人 无需被家中长辈管教 夫君又每日赶早朝 我晨起迷迷糊糊送她上朝 悉心叮嘱后 又迫不及待回屋睡觉 从前沈家我沈静说了算 如今徐福也是我沈静说了算 连带着徐燕玉这个人 大约也是我说了算 无人敢置会 我乐得在她面前摆出一副温和良善模样 毕竟我的小夫君每日上朝和回家两点一线 成亲后 时常在回家路上 捎两包点心回来 再垂眸唤一声夫人 叫到人心坎里去了 漂亮夫君热炕头 这颇天的福气 大约是天上的娘亲一同眷顾给我的 这天 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悠然自在地看着画本子 夫人 夫人 灵儿急匆匆地跑上来 神色又气又急 我懒洋洋抬眼 我怎么教你的 从前在将军府 灵儿自小跟着我 耳濡目染后 一个打十个 走路带风 这也不能让徐燕玉瞧出来 灵儿一下子紧急刹车 瞬间淑女了不少 她快步走到我身旁小声而语 原是我成了旁人茶余饭后的消遣 我是沈将军唯一的女儿 受到的关注不少 如今婚事大半 却嫁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病秧子 想来是嫁不出去 没处嫁了 贵夫人们攥着帕子尖牙利嘴 你一言我一语 不过都是些无用的阿渣话罢了 我沈进从小到大的阿渣话听得不要太多 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脑痒痒呢 我磕着瓜子 唇角微扬 再说了 不过三三两两的蠢货 能懂什么 灵儿却愤愤不平 我家夫人如此温柔体贴贤惠善良 怎可被这些长舌妇们如此编排 我一顿 等等 前半句是什么 灵儿 她小心试探 我家夫人温柔体贴贤惠善良 我愧叹 听得通体舒畅 看灵儿的眼神 戴上了一分欣赏 顺带还丢了个玉镯子给她 摸摸她的头 乖 去忙 灵儿不明所以挠挠头 呆愣愣地走了 活了十多年 头次听到灵儿这样华丽的评价 我身心舒畅 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送回娘家 爹 而已成长 温柔体贴贤惠善良大方 我心中得意 多添了个大方 不日 我爹回信 徐燕玉下朝回来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 我坐在院里 面前站了一排蒲丛 各个乖巧 夫人貌美心善 夫人和蔼可亲 夫人气度不凡 我听得连连点头 大手一挥 指挥着灵儿 一人发一定银子 我很高兴 大家也很高兴 空气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夫人 听见熟悉的声音 我一个转身 同徐燕玉对上了眼 那身官袍穿在旁人身上 就是披着宽大马带 穿在徐燕玉身上 当真衬得他身子挺拔 好看得紧 夫君 徐燕玉被我抱了个满怀 他怀里的檀木香好闻得很 我用脑袋蹭了蹭 弯弯眼睛瞧他 徐燕玉面上带着些许倦意 还不忘回抱住我 今日他上朝归来得晚了些 想来圣上有不少事要打理 我不常打听他仕途上的事 不过依照我爹信里的说法 他很看好徐燕玉 我爹年轻时瞧不上那群酸溜溜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 同人家在朝堂上相看两宴 如今我爹老了 他眼里闻周周的文人也老了 他说 老东西们就该退位让贤 贤才是谁 那必然是我的小夫君 我笑咪咪 刚想从身后摸出那包准备了很久的东西 却见徐燕玉辩戏法式的 手里也多了样什么 下朝时路过 感觉同夫人很相配 就带回来了一只玉簪子静静躺在她的掌心 簪子用料上成 通体盈盈似有微光 两粒小花苞栩栩栩如生 她将簪子替我簪上 眼睛停留了很久 我很高兴 轻轻碰了碰簪子 转了两圈 好看吗 徐燕玉垂眸 嗯 好看 灵儿很有眼色 抓紧惊叹一声 如此温柔的簪子 与夫人这样温柔的人自然是相配的 她张着嘴胡说八道 我听着甚是满意 咱们将军府出来的都是一脉相承 连大言不惭也如此相似 想着 我顺势掏出了身后那包东西 眼中亮闪闪 我也有东西要送夫君 夫君且等我 一柱相后 我和灵儿盯着那一锅黑乎乎的东西一同陷入了沉思 我颤颤巍巍摇起来闻了闻 药香四溢 嗯 应当没抓错药啊 但是补身体的药 煮出来 怎么颜色如此害人 灵儿结结巴巴 夫 夫人 这是咱们 咱们要把姑爷 那个调吗 哪个调 她比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我笑不出来了 外头的那树梨花开了 枝头鸟却闹得很欢 院里生机十足 徐燕玉在书房忙碌 透过小窗 便能瞧见那道清俊身影 我的步履连带着心情一并沉重 灵儿低着头跟在我身后 徐燕玉抬眸 眼里 喘着细微笑意 好一个活脱脱的美人 先前说了 她性子沉静 笑意难得扶在面上 如今这一笑 把我勾得不知东南西北 夫人要送的是何物 我清醒了 灵儿的头低得更厉害了 挣扎了两下 我倾咳一声 端上了那碗黑乎乎的东西 声音极尽温柔 徐朗 该喝药了 徐燕玉 灵儿 我后知后觉 长安街药铺的老掌柜瞅了我一眼 又瞅了眼徐燕玉 随后 抖了抖柜台的药包 徐夫人 你拿过来的这包药抓的是撞养补虚的方子 徐大人若是僵养身子 怕是吃不得这味药 老夫且为你二人重抓一包 我安静如鸡 明显感觉到身旁的徐燕玉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若有所思 我试图解释 我同西长街那药铺的掌柜就是这么说的 我说的是僵养身子 那他怎么给我抓了这么个玩意儿 掌柜 嗯嗯 他脸上赫然写着 你且狡辩 我听着 我 我去你的 我求助地拽了拽徐燕玉的袖子 徐燕玉不动声色地站在我身前 有条不紊抓完了药 付了钱 领着我出了门 长安街上人声鼎沸 我左看右看 时不时低头里里裙子 顺带冒两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 今天的太阳可真太阳 一个人尴尬的时候 总会假装自己很忙 夫人徐燕玉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分外好听 西长街的药房新来的掌柜年轻 又见夫人这般年轻 自是会理解错的 看到了吗 一个靠谱的夫君 总会主动给你台阶下 我松了口气 偷偷瞧一眼徐燕玉 他当真云淡风轻 而后 徐燕玉垂眸 牵起我的手 眉眼温和 夫人 回家 夜里 徐燕玉在书房又忙了许久 我翻来覆去 因白日里丢死人的事愣是睡不着 呼得 门开了 我紧急闭眼 一动不动 假装入睡 片刻 有人走 有人走到我的床边 月光透过小窗 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落在我的枕边 直到我迷迷糊糊快睡着了 耳边的发被轻柔地碰了碰 顺到一边 什么微凉的东西贴在我的额前 带着若有若无的痒 像羽毛扫过心头 静静那人轻叹 徐燕玉的晋升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甚至快到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连我爹都连夜夹急 扔两封信来 一封 你瞧我女婿脑壳了 拔苗助长 万万不可 那可是贤才 而啊 急不得 另一封 贤婿虽身子骨不大好 但若是出了事 你爹我定然大意灭亲 我 不是 我有那么无法无天吗 是谁暗戳戳同我说夫家无人 夫君身弱 我爹倒戈速度惊人 这使我越发好奇了 徐燕玉究竟在做什么 圣上对他的器重非同一般 连我爹都这般写信 其中定然有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想了想 决定去亲自看看 夜色凉如水 外头的蝉鸣歇了好一阵 徐燕玉于暗前盲公文 烛光摇曳间 透过小窗看去 那张脸忽明忽暗 我悄悄摸上去 倾咳一声 徐燕玉抬眸 温声道 夫人来了 我若无其事地凑过去 装模作样关心了几句 实则将暗机上的公文 大致扫了一遍 这些写的是下一秒 我猝不及防 身子被拉得一晃 潜意识告诉我很危险 我醋眉 下意识地想来一个过肩衰 又生生止住了 我的夫君 他定然禁不住这一下 徐燕玉那双漂亮的眼 垂眸瞧我 意外豁人 我眨了眨眼 没动 片刻 我的小夫君慢慢将头搁在我的肩上 微微合谋 眼睫扫过我的面颊 余光里 他的神色我看不清 声音却悄然落在我的耳畔 夫人 好累 连带着气氛 一并浅犬温柔 我心惊摇曳 忽然间觉得嗓子有些干 什么 徐燕玉轻轻叹气 摸索着 寻到了我的手 他的手有点凉 我鬼迷心窍地跟着他的手 到达了他的心脏位置 如骨的心跳 温热气息里带着一丝痰木香 有暧昧掺杂在空气里 不受控地发酵 抽丝剥茧 一点一点 我想一看视线 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和他已经食指相扣 四日我醒来 看着身旁已经空了的床铺 好一会儿才看看反应过来 脑子有点乱 我低头沉吟 第一个想法 腰好酸 第二个想法 徐燕玉她根本就不用补 公文一个没看着 反而被色诱了 有点丢人 痛定思痛后 我冷静喊来灵耳 去 把那堆药全打包给我丢出去 我去她的病秧子 她若是累 那世上再无疲累之人了 自那日之后 徐燕玉同我之间悄然多了点说不清的意味 譬如 她见到我 就眼神犹疑 还脸红 她脸红个锤子啊 徐燕玉近两日不用上朝 一个人待在书房 然后安安静静地出没在我身边 随处可见 瞧见我 便轻轻来一句 夫人 好巧 巧过头了 我不大相信 狐疑地看着她 很不幸 我高估自己了 我确实是个相当肤浅的人 这一看又是美色雾人 如此好看的人往那儿一站 到底是没忍住 我小步跑去 将她左瞧右瞧 这小脸蛋 当真是越看越喜欢 夫人今日要出门吗 我点点头 徐燕玉敏纯 任由我上下其手 神情微微落寞 夫人早些回来便好 我心软得紧 忙不迭拍拍她的手 安慰两句 我很快回来 不过就是个聚会罢了 你且在府里好好待着 徐燕玉唇边浮上清浅笑意 嗯 都听夫人的 我一向是很关注小夫君的身心健康 身体健康 想到那天 我有点脸热 好吧 身体健康现在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而后 我恢复严肃 但徐燕玉的心理健康尤其要重视 有关徐家 我曾悄悄打探过 徐燕玉幼时过得并不好 身子弱 也并非家中嫡子 不受重视 磕磕绊绊地活着 后来徐家一息之间遭了难 近乎灭门 只幸运地活下一个后院的数子 那个数子正是徐燕玉 徐家仅剩地独苗 只一副单薄身躯 一步一步走到如今 十分低调 徐家灭门惨案的凶手不知所终 若是知道徐燕玉还活着 恐怕会去而复返 徐燕玉顶着巨大的压力 心性依旧如此平和纯良 所以 不怪我爹说 此人前途无量 我感叹 我这小夫君 韦时事令人心疼 灵儿同我一起上了马车 她犹豫道 夫人 咱们真的要去那儿吗 我懒洋洋敲着腿 去 为什么不去 原先缩在背后 脚口舌的官家夫人们发觉 如今的徐燕玉 渐渐不大能得罪得起了 极度之余面面相去 夫人们常去 为首地不得不捏着鼻子 差人请我 这般能隔应人的好事 我向来很感兴趣 到达长安酒楼后 上了包间 脂粉香扑面而来 哟 我倒是谁 来得这么晚 咱们徐夫人可是大盲人 想必是瞧不上我们这群人的一上门 尖酸刻薄的声音直冲天灵盖 她眼看 是我的老熟人 许家的许莲义 许莲义幼时最爱跟着那些个上京贵公子们当小尾巴 彼时贵公子们看我不爽 许莲义有模有样 一并学着针对我 然后全被我踹飞出去 许莲义如今也嫁了人 刚混上上京官家夫人的圈子 迫不及待地冲我要武扬威 我不紧不慢 微微一笑 许莲义 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 你当年是怎么被我抽成陀螺来回转的 方才还得意呛我的许莲义似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回忆 脸色煞白 一下子进了声 我这话来得突兀 也实在不客气 连带着嘀嘀咕咕偷偷瞧我的几个人 一同吓了一跳 这徐夫人莫要开玩笑了 我大大咧咧坐下 望了一圈形形色色的脸 挑眉含笑 我何时开过玩笑 他们大约这才恍然意识到 沈进还是那个沈进 沈大将军的独女 惯爱把人抽成陀螺的那个 整个上京赫赫有名 他们忘性还挺大 沈进不是嫁了人就变了 只是我乐得在徐燕玉面前装两下 一阵静默 为首的夫人弯唇 徐大人娶了这么有意思的沈小姐 想必家中一定有趣极了 我抬眼 周静饶 徐燕玉政敌的夫人 她的帖子送到徐府 其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 想隔应我 我撩起眼皮 不嫌不淡道 是有趣啊 夫君生得太过好看 这人吧 就打心底觉得有趣 而后 我叹了生气 语气温和 哦 差点忘了 你体会不到 周静饶脸色难看的厉害 指甲掐上肉里 我戳到她痛处了 她原先同自己的青梅竹马已有婚约 而后看中了如今夫家的势力和夫君的能力 干脆利落地抛弃竹马嫁给他人 不幸的是 那位长得到底是磕掺了些 就算这样 周静饶还得日日对着那张磕掺脸做小伏地 正因如此 她才隔三差五地要搞什么夫人社交的小聚 毕竟在家压不过夫君 在外还能靠着夫君的官位压旁人一头 更要紧的是 她那位纯红齿白的竹马也找到可心人了 据说周静饶得知消息的时候 掌心钻出血了 我弯弯眼 叹了声 瞧瞧 怎么还生气了呢 别生气啊 指甲都掐红了 手就要疼了 周静饶试图冷静 徐夫人还是莫要说些有的没的 如今朝堂之上 我夫君好看 周静饶强撑着说道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我夫君好看 不重要 夫君好看 啪 周静饶刷得起身 冷脸摔门走了 起身时 身子似乎抖了抖 他带来的小丫鬟唯唯诺诺 低着头飞奔跟了上去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破坊啊 我抓了把瓜子磕 抬眼扫了一圈安纯似的夫人们 别见外 我这人除了说话难听点 打人疼点 其实人还不错 诸位 算了如何 不走 也大可同我谈谈心 在谈心这方面呢 我也小有建树 那位陈小公子对我谈心方面的能力应当深有体会 剩下的人脸色苍白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收拾收拾羞得跟着跑了 想来往后一阵子是没人再敢搞这种小句了 回去路上 灵儿愤愤 这些个人都想来瞧夫人笑话 当真是黑心肝坏透了 我顿了一下 嗯 你说 我有笑话可看吗 灵儿仔细想了想 眼中一亮 夫人没有 论身份 夫人是将军府嫡女 论地位 夫人自幼横行上京 若是论夫君 更不必了 夫人同大人恩爱非常 现在大人晋升的消息早已传遍上京 如今是陛下眼前的红人 咱们夫人将来说不准是告命夫人的命呢 灵儿悟自讲得兴致勃勃 我打断她 满条丝里道 那你可知道 今日这一遭 问题出在哪里 说吧 我先开马车帘子 诺 来看看 灵儿瞳孔皱缩 夫人 外面已然是另一番模样 并非华丽的长安街 也不是去往徐府的路 问题就在这儿 马车夫被换了 灵儿震惊 夫 夫人何时发觉的 一早就发现了 从那张帖子送过来时 我就多留了个心眼 绑到我审尽头上 可见对方胆子不小 我干脆将计就计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愣是忍到现在 确认对方将我拐到这无人之处才放下心来 这样才方便动手 我拈了颗葡萄燕下 撸了撸袖子 等着 马车夫的余光时不时向车厢后瞥 等时到一处破败院子时 马车夫见车厢里的人并无动静 这才松了口气 他起身勒马 尽量放轻动作 下一秒 耳后声音乍起 人带到了 马车夫 带到了 随后 他身子一软 倒了下去 我甩了甩手 去了地上的人一眼 顺带踹了一脚 灵儿一步一驱 贤熟上前将人捆好 丢上马车里 他眼睛亮亮的 显然找到了当年在上京一打五的快感 夫人 咱们接下来怎么做 接下来 我坐在上位 悠然自在抿了一口茶 看着面前那一排被捆成粽子的人 半住香前 没有打草惊蛇 灵儿和我十分顺利地利用迷药 将屋里安然等待信号的四个人一锅端 甚至有咸心煮了壶茶 灵儿把其中一人嘴里的布丢掉 按照流程历生质问 你们是何人 想把我们夫人作甚 那人阴狠地盯着上位的我 催了一口 呸! 卑鄙! 华爸 他嘴巴动了动 脸色怪异 里面有东西 说时迟 那时快 我神情一领 飞身下去 一巴掌甩了上去 顿时 至死要连带着大板牙一同被扇飞了出来 血沫横飞 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那人顶着促然肿起的腮帮子 看看地上的血沫子 迷茫了 我淡定地擦擦手 往回走时 脚步迟疑了一下 视线慢慢落在剩下的一同呆滞的三个人身上 我犹豫 要不 呜呜呜呜呜 背部团塞住嘴的三个人 说不出话 一个劲地摇头 我满意点头 嗯 很好 这下听话了 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呼得 窗外鸟兽作散 院子门口蓬地传来一声巨响 与此同时 齐刷刷冲上来十几个黑衣护卫 有个护卫高鹤 不许动 领头之人自后而来 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夫君 徐燕玉一身白衣 眼里宛若脆了寒冰 却在下一秒和我对视的那一瞬间 陡然化开 但是现在情况和时间都不对 我高举的手生生卡住 地上即将被扇耳光的人惊恐地朝徐燕玉的方向呼喊 救 救命 我 我柔弱地跌倒在地 灵儿 嗯 她接收到我使的眼色 警惕抬头 瞥见门口的徐燕玉 倒吸一口凉气 顿时冲到我身边 气一憋 大喊 哎呀 夫人 灵儿开开眼角不存在的泪 可把我们夫人吓坏了 这帮无耻小人 竟敢拐了我们夫人 她瞄一眼那几个匪徒 转了转眼睛 补充道 算 算你们懂事 自己把自己捆起来 夫人这才没受伤 我微微沉默 脚趾抠地 绑匪们 他们瞪大眼睛 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 也许是不敢相信这句话能从人的嘴里说出来 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 人不能 至少不该 绑匪悲愤 我还没 夫人 徐燕玉打断绑匪的话 面色如常 声音熟悉又轻烈 她上前将我扶起 揽入怀里 胳膊一点一点收紧 宛若失而复得般珍重 夫人受惊了 我善善道 呃呢 不知道徐燕玉看见了多少 我有点不自在 拽了拽她的袖子小声问 你怎么忽然来了 徐燕玉身子似乎僵了一瞬 片刻便恢复如初 她垂眸 轻轻碰了碰我耳边垂落的发丝 夫人说 很快归家 我没等到夫人 就出来寻夫人了 是这样吗 我心下有些恋爱 徐燕玉孤身一人长大 又经历了灭门案 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想必对身边人的离开和归家时间还是要敏感些 思其此 我安慰地拍了拍她 又同她的手交握 今天只是意外 放心好了 我不会离开你的 徐燕玉一顿 视线落在我的身上 手也越收越紧 徐九缓声道 真的吗 那视线死死随着我 不知为何 盯得我后颈渗出些凉意 我嘀嘀咕咕摸了摸后颈 压下心头 思思怪异感 当然是真的 走 咱们现在回家去 徐燕玉恩了声 又看了眼被捆住的人 声音淡淡 都带走吧 身后的护卫训练有素 应声行动 回去后 徐燕玉亲自提审那四个人 起初我担心 以徐燕玉的温和内敛性格 可能不大好审 这几个人鬼惊鬼惊 嘴里能藏药 对主资怕也是忠心耿耿 没成想 不过半日 那些人已全部交代 灵儿来报时 我眨了眨眼睛 包葡萄的手停了 这么好审的吗 再抬眼 徐燕玉自不远处走过来 同我一道坐着 凉亭里 小风拂面 颇有一番别样字意情调 他自然而然地接过葡萄 帮我包起来 进 夫人 徐燕玉凑近 喂我一颗葡萄 甜吗 我含糊不清地咽下 点点头 甜 一连被喂了好几颗葡萄后 我犹豫戳了戳它 你方才 想叫我什么 徐燕玉同我对视 他合谋 静静 静静 这是我的乳名 他从我爹那儿听来的 我瞧着他 一点点染上薄红的耳朵尖 觉得有些可爱 怎么叫个乳名 还会害羞 可以吗 静静 徐燕玉一眼不眨地盯着我 闽唇轻语 这张脸有些过分惹眼 我到现在还没能好好适应 只好不自在地倾渴 叫呗 不过是个名字罢了 徐燕玉脸上逐渐泛起红韵 我随意一瞥 总觉得那红韵有些不正常 再往下看 徐燕玉那血色衣袍下赫然印着一片暗红 像是干涸的血 他好像还没发现 我慢慢停下咽葡萄的动作 开口问 方才夫君去提审了那些人 可是交代得清清楚楚 徐燕玉面不改色 嗯 都交代清楚了 片刻 我别过眼 若无奇事道 若是我同你想的不一样 你 徐燕玉看着我 弯弯眼睛 静静是 静静 静静什么样都是夫人 他说 徐燕玉的夫人 只会是静静 我敏纯 但我的小夫君 可能也和我所想的不大一样 朝堂上风起云涌 人心浮动 怀王叛乱 朝野震动 但苗头刚起 就被提前埋伏的静卫君拿下 徐燕玉在怀王叛乱一案立了大功 精密布置 引狼入局 原来这件事已经进展许久 由圣上暗中召请徐燕玉秘密进行 所以那些个忙忙碌碌的日夜 他在处理这件事 怀王也并非等闲之辈 发觉了圣上的怀疑 也知道圣上在拖时间 他妄图在证据确凿前起兵攻入上京 却还是晚了一步 宫里的诏令下达很快 徐燕玉的品阶再一次攀升 同样 告命夫人的封赏自宫里送进徐府 源源不断 我却没有心思 因为马车一事 和怀王有关 为什么和怀王有关 我想不通 徐燕玉进宫了 我在院中夺步 忽得 我抬头 目光落在了书房上 那日提审 人似乎是被带到了这里面 那里面也许会有暗门 我定定神 走了进去 但很难找 我皱着眉 摸索了半天 很久以后 直到我都快放弃时 不经意碰掉了暗机上的东西 下一秒 书房内 后墙壁轰然打开 一条向下的窄道 我定睛一看 地上的东西赫然同他先前送我的簪子 一模一样 我迟疑地伸手 碰了碰头发 这只簪子 分明好好的在我头上戴着 一模一样的东西 窄窄的通道 只能容易人经过 越往里进越窄 直到拐过一个角 才摸到另一层墙壁 我提着展小灯 微弱的光在黑暗中摇曳 显得分外可怜 啪哒 什么东西落在了我的手上 我犹疑 将灯凑近了 黑乎乎的 放在鼻子下 刺鼻的血腥气 猛然冲上来 哦 指一下 令我差点把胃呕出来 什么陈年老血的味道 这里太黑了 灯也太暗 我被穴位扰得心神不宁 随手将灯往上一拖 下一秒 瞳孔骤缩 我争冲 暗示忽然亮了 四面墙上的火燃得急望 然而再望的火 也暖不了 我此时的手脚冰凉 门口有声音传来 一步一步 一接一接 宛若催命符 我转头 意料之中看见了徐燕玉 还是那张漂亮的脸 此时却有些令人悚然 梁翼自脚底板往上窜 我感觉身子有点麻 干脆靠着一面干净的墙 蹲了下去 徐燕玉想上前伸手 被我歪头躲了一下 他神色暗淡 似乎有点委屈 眼尾泛着红 静静 不是 他哭啥 他委屈啥 我还没哭呢 任谁看见这地方堆着八十四个头骨 都会腿软好吗 八十四啊 八十四 整整八十四个大大小小的完整头骨 天知道我抖着手数了多少遍 甚至头顶还吊着四颗血淋淋的新鲜颅骨 这大约是前几日那四个人的 好在我爹是将军 血战沙场 儿时夜夜给我讲死人文学 如今练就了一副胆子 爹 你真是未卜先知 从前是我有眼无珠 不懂这些故事的含金量 如今 我深吸一口气 没被吓死 真是我的命好 我一脸躲了徐燕玉好多天 睡觉时 脑子里全是白森森的头骨 而徐燕玉日日在我门口站着 夫人 她的声音清浅 你先等等 我面无表情缩在被窝 逼着自己冷酷起来 不许进来 门外的身影驻足了好久 我去了好几眼 都不见她走 有些忍不住心软 但不行 绝对不能心软 我干脆收拾东西 连夜跑回将军府 我爹看见我的时候 揉揉眼睛 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咋了 你同贤婿吵架了 我憋气 没说话 岂止是吵架那种小事 这丝让我在一堆头骨上 待了这么久 愣是一声不吭 我隐隐约约知道 我的夫君可能同我想的不一样 但是 这有点太不一样了 漂亮的脸和白森森的骨 如此反差 心神再强大的人也得缓缓 我怕搞不清楚 继续待下去 心神出问题的只会是我 毕竟徐燕玉早就像出问题了 我想冷静一下 但鬼使神差的 我没和我爹说这件事 可一连好多天 我闷在府里 心神不安 一到夜里 躺在床榻上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徐燕玉的脸总是不知不觉映入心头 我想到了每个日日夜夜 她红着的耳尖 藏着笑意的眉眼 收紧的怀抱 她对我 好像从来都是细微体贴的 我以为是成婚后的相敬如宾 实际上却总发现她望向我时出神的模样 我收拾包袱离开时 徐燕玉也是知道的 那时我转头 看到了她的身影 她静静地站着 朝着我的方向 很孤单 将军府的闺房窗子没有徐府昏房的大 我看不到外面的月亮 却记得做噩梦时 徐燕玉抱住我的温暖 我闭眼 将被子拉过头顶 强迫自己不去想她 没过一会儿 我趴地掀开被子坐起来 我还没等到一个解释 万一呢 万一这些都可以解释呢 只是因为我觉得徐燕玉不是那么坏的人 她对我这样好 绝对不是我想她了 绝对 四日饭桌上 我咬着筷子 吃得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爹瞅我一眼 要是想她了就回去吧 在家吃饭吃得这副蠢像 我瞪眼 立马嘴硬 我没有 我只是话声声卡在喉咙里 我只是什么呢 我早就习惯了徐燕玉 习惯饭桌上叽叽喳喳同她说一天的事 她偶尔因处理公文疲倦 却依旧陪着我吃饭 听我叙叙叨叨 满眼是我 没有一丝一毫懈怠 我爹叹口气 长这么大 傻也没学会 愣是学会口是心扉 静静 你和你娘一样别扭 你娘当初 咦 那是什么 我爹抬头 盯着我的头发 我顺着她的目光 碰到了那根簪子 我爹惊讶 这簪子是你娘的 从前不是被你偷拿去带 给弄丢了的吗 什么 我愣住了 取下的簪子躺在手心 变得有些沉淀 将军府门前 站着截然一身的徐燕玉 多日不见 她脸上的血色更甚于无 人瞧上去也轻瘦了些 那张漂亮的脸属于我朝思暮想的人 是我的小夫君 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她同我相望 而后伸手 那只手骨节分明 白色袖袍滑落一点 手腕上的淤痕虽浅 却触目惊心 经年累月下来 早就恢复不了 她从前过得很不好 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她分明是 很早辨认的我 徐燕玉眼尾落了一点红 声音很轻 又似在颤 她说 静静 我们能不能回家 像是怕我不信似的 她有些语无伦次 你和我一起回去看看好不好 她絮絮叨叨 说没来找我的这些天 自己已经清理了整座徐府 见我没反应 徐燕玉慢慢走上台阶 那双黑不见底的眼睛里 只容得下我一个人 她一点点试探 直到碰到我的手 眼眶陡然红了 我脑海里莫名不合时宜地冒出一句话 夫君虽怪 但实在美丽 最终 我抬手碰了碰她的脸 叹了口气 嗯 我们回家 我的小夫君 她真的不能没有我 我知道 我同她归家后 一切问题都有答案 番外 徐燕玉 徐燕玉的出生 注定是个错误 她的母亲本是个丫鬟 一貌美被老爷瞧上 一夜风流有了她 从此便被不管不问地丢在府里 日复一日遭受冷眼 非打即骂 她成了母亲那副好容貌 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时 她也偶尔扬起那张漂亮的脸 博取他人同情 好换一顿饱饭 给她送饭的丫头 很快被发现了 大夫人命人 将丫头捆起来 当着她的面 一棍又一棍 活活打死 杂种 女人冷眼不屑 想讨饭 学着你那死娘 爬人床上去啊 徐燕玉差点被掐死 她吊着一口气 回到了她的小破院子 她娘早死了 听说生下她时 就被绳子勒死了 可她也不是自愿的 她有些难过 如果刚刚被掐死 会不会再也不用挨饿了 夜里 徐燕玉缩在小小的被窝里 头顶的瓦片破了一块 能瞧见外头圆圆的月亮 好圆好亮 她听到了外头的欢呼 那是大夫人和她的哥哥姐姐们 在拜月亮分月饼 想到月饼 她的胃越发难受 几乎净乱起来 她好久没吃一顿饭了 好啊 连路都走不稳了 徐燕玉垂眸 慢慢爬下床 这处偏僻院落 死了许多的人 包括她的娘亲 徐家无人愿意到这样见不得光的鬼地方 除非来折磨她 两棵歪脖子树靠着墙掌在那儿 院子太黑 像是森森鬼影 要是有鬼 也一定会是娘亲死不明目的魂 徐燕玉缩在院子里 看着天上的月亮 府中那个老嬷嬷讲过月娘娘的故事 听说向她许愿 什么都能实现 她喘了口气 赶紧闭眼许愿 她想要一个馒头 撕歪脖子树旁 传来了轻微的痛呼声 徐燕玉吓了一跳 莫不是真有鬼 她谨慎地靠过去 却看见一个面旁白皙如玉的女孩 女孩衣饰滑贵干净 豪放不羁 身上的一缕清香萦绕在她鼻尖 女孩揉了揉腰 嘟囔着 这翻个墙 翻到什么地方了 下一秒 同她对视 两双眸子相处 她慌慌张张地别过头去 女孩好奇地戳戳她 喂 你是谁 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 徐燕玉手指拳了拳 没说话 可是肚子代替她说话了 二人面面相去 她的脸一点一点红了 一柱香后 女孩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模样 拍了拍她的背 慢点吃 又没人和你抢 她拖着下巴 也不嫌弃院里击挥的石凳 坐着瞧她 徐燕玉不吭声 埋头吃月饼 饥饿的痛苦 在突如其来的宝餐里 消失殆尽 反正吃完了 没了 她低着头 心一横 轻声道 你要什么报仇吗 女孩却睁大眼睛 月饼而已 你要是想吃 我天天给你送来 徐燕玉正正抬头 月娘娘的许愿成真了 她会不会是月娘娘 后来女孩时常翻墙来瞧她 我叫沈静 你叫什么名字 沈静 静静 她低头看一眼自己破旧的衣衫 涅如 日后 日后再告诉你 女孩嗡了一声 好吧 不过我爹爹要升迁了 日后就要搬家了 你以后有机会 记得要来找我呀 徐燕玉点头 但其实 她知道 她大约活不过弱冠 女孩最后一次翻墙离开 发丝被歪脖子竖勾了一下 拉下一只簪子 徐燕玉悄悄捡起 将她攥在手心 哪怕后来簪子被几个兄长发现 她挨了毒打 也咬紧牙关死死护着 她想有个坟 不想裹了草席 抛尸荒野 日后 这是她唯一的遗物 要同她一起入坟的 没迎来她的坟 迎来了徐家灭门 徐家和淮王勾结 如今又想独善其身 被淮王社稷报复 徐燕玉在天院里住着 逃过一劫 八十四颗头颅滚在地上 她冷眼看着那一地浓稠血水 甚至畅快 徐燕玉改变了想法 她想活着 她冷静地处理了一堆头颅 深埋地下 她要这些人看着她步步高升 她要活着去找到她 她费尽周折 终于迎来属于她同晋晋的大婚 心脏在颤抖 她愿意陪晋进眼 她也学会了装可怜 晋晋很吃这一套 她无比庆幸 晋晋虽然忘了她 但她还有一张好脸 从前这张令自己厌烦的 吃尽苦头的脸 竟还有用处 无妨 晋晋喜欢就好 在朝中久了 怀王知道了她的存在 但怀王大势已去 更迁不该万不该 妄图把主意打到晋晋头上 好在她偷偷跟着晋晋 处理了一路上怀王的死事 而屋内四个接应的就由晋晋自己处理了 后来晋晋发现了那些骨头 再后来便是她牵着晋晋的手 近乎起怜地问 她早就打定了主意 若是她不愿意 她就连带着那群欺负过她的人一同死去 她早就不是她了 她为审静而活 然而 她的晋晋却说 我们回家好 我们回家 好 先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